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中國禁聞 香港人爭取特首普選和平佔領中環全民投票活動 6月22號進入第三天 當天 主辦單位在全港範圍設立了15個實體投票站 供市民投票 截至當晚9點鐘 已經有超過68萬港人投票 投票原計畫於22號結束 但是由於早前電子投票系統遭到駭客攻擊 組織者決定將投票時間延長到6月29號 評論人士認為 北京當局發布的《香港白皮書》 恐嚇抓捕香港民主人士 以及最近網絡駭客對公投電子系統的攻擊行為等等 都令港人感到了危機 所以紛紛走出來投票發聲 被稱為新於三君子的劉平等人日前被判重刑之後 劉平的女兒廖敏月也因為呼籲關注母親案情 而被當局禁止出境 據微信網報導 廖敏月6月22號收到了江西新於市公安局 出入境管理處的通知書 通知書說 廖敏月涉嫌尋釁滋事 被列為法定不准批准出境的人員 並要求廖敏月在6月20號下班之前上交護照 否則將宣布護照作廢 廖敏月對此作出公開回應說 就算坐牢我也會和我的母親一樣 在中國看著中國民主憲政的一天 廖敏月的母親劉平 因為舉牌要求中共官員公布財產 和在網上呼籲釋放被關押的良心人士 6月19號被判刑6年 廖敏月在隨後發表聲明說 我正在深刻站毀 因為現在我母親他們所遭受的代價 就是我們一群冷漠者 懦弱者所造成的 我們的懦弱讓勇敢者 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廖敏月還在聲明中指出 這次的判決不是三個人的悲劇 是三個家庭的悲劇 中國法治的悲哀 廖敏月是應屆大學畢業生 就讀於安徽財經大學 去年12月底 他曾經向學校黨委 遞交了退黨聲明 主動退出中共預備黨員 另外6月20號 兩位因言獲罪入獄4年的 四川阿爸州藏族作家 東科和布丹刑滿禍事 從四川省綿羊監獄 回到各自的家鄉 得到當地藏族民眾的隆重迎接 東科和布丹因為在下冬日月刊上 發表涉及2008年西藏抗議事件 和平數藏人抗暴的文章 2010年6月21號 被警方以分裂的罪名拘捕 隨後被判刑4年 與東科和布丹同時被捕的藏族作家 嘎藏金巴則被判刑3年 大陸作家維瑟在博客中說 20號早一年出獄的嘎藏金巴 也出現在迎接藏族作家出獄的人群中 好 接下來請您收看時事禁聞